吕佩渊牧师 圣和熙圣经归正教会牧师 曾任多所神学院教授及改革中神学院代理院长 这次他将会细致拆解创世纪的教导 分阶段播放创世纪整个书卷的内容 帮助大家对创天造地的上帝有更深的认识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属灵教室创世纪查经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题目是得圣试探 我们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母感谢你带来我们查考的话语 让我们认清楚试探的真相 靠主人恩地来得胜一切的试探荣耀你的圣名 祷告感谢 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名阿们 上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看到 蛇来试探夏娃 试探亚当 那么人受了魔鬼的试探引诱 犯罪堕落就成为罪人了 亚当夏娃堕落成为罪人 罪进入世界 这是何等的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认识罪的真相 罪是可怕的 罪是无理的 不合真理 罪是悖逆上帝的话 亚当夏娃听从魔鬼的试探 吃了那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素上的果子 罪表明不听从神是真理 神的话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 罪就是自己做主 自己做上帝 自己靠自己想法 听从魔鬼试探来分别善恶 所以犯罪的真相 就是撒旦试探我们 要我们犯罪 无论在心思意念行为上 来得罪神 背叛神 这是罪的可怕 那首先呢 我们要看到 撒旦怎么试探夏娃 怎么试探亚当 就是他今天如何试探你我 方法是一样的 是如出一测 因为同样是这位邪恶的撒旦的试探 就是乎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也面对很多的试探 那么撒旦魔鬼是利用外在这个堕落世界的诱惑 来诱惑我们里面这个悖逆的这个老我自我中心 所以魔鬼这个堕落世界我们里面这个老我恶心 这三个是我们属灵上来说最大的敌人 我们要了解这个今天所遭遇的试探 背后都是来自撒旦的攻击 而且这个试探所带来的欺骗是什么 那么我们要得胜每个试探 因为试探让我们犯罪堕落 试探让我们背叛神 试探让我们死在罪中 那么当然撒旦是不断的试探我们的 他从来不休息的 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 就像一个医生要预防传染病 每一个病人都要听从医生的话 才能胜过那个传染病的病毒 因此我们要认清这恶者的真相 免得撒旦来攻击我们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 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那我们怎么知道撒旦的诡计呢 因为圣经上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 记载他的诡计时何等的可怕 然而夏娃犯罪堕落了 罪进入世界 罪的结局是死 因此死就临到了众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公价乃是死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犯罪是很邪恶的 本来人是上帝的形象 是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代表 治理这个世界 治理这个地球 要来荣耀上帝 犯罪呢 不再为上帝活了 亚当夏娃为自己活 死在罪中 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们失落了神的形象 不再反照神荣耀 他们的生命所流露出来是犯罪堕落 是死亡 死亡是很可怕的 罪带来的后果 灵魂死 身体死 最后永远死 求主帮助我们 谨记《创世纪》之里所记载的 胜过试探 让我们认清罪恶 恶者魔鬼的本相 认清主他的使用的这个伎俩 以及靠主得胜的试探 好 那我们看到 我们要认清恶者的本相 撒旦 他是试探的来源 也是邪恶的来源 他原是上帝所创造的光明的天使长 堕落变成魔鬼 上帝没有创造魔鬼 上帝创造是天使的 有一部分天使堕落变成魔鬼 被这个天使长堕落带领 那么上帝没有创造罪人 使人犯罪堕落成为罪人 所以恶者撒旦魔鬼就是要来试探人 让人背叛神 原地神和他一样 那我们看见 首先第一个 撒旦根据这个圣经记载 马太福音说到 他以来一样试探主耶稣 他被称为试探人的 那么他是试探人的 那么不但如此 他也被称为是撒旦魔鬼 试探人的抵挡神的 那么这个撒旦的意思 原文是在旧约圣经 希伯来文是撒旦是抵挡的意思 所以恶者就是抵挡神 抵挡善的 抵挡真实的就是恶 那么撒旦魔鬼来试探夏娃 他的记者实在很可怕 因为他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叫 然而夏娃也一样自我中心 不用理会上帝 自己做自己的上帝 那我们看见第三章 创世纪第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蛇是比田野一切 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有人在外人说 这个蛇怎么能说话呢 那圣经也记载了 这个假先知巴兰 他不听神的话 为了这个金银财宝 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结果神叫他的驴说话了 那驴本来是不会说话的 但神可以借着驴来说话 来管教这个先知的这个顽梗 悖逆和愚昧 犯罪是愚昧的 神用一般人认为愚笨的驴 来指出这假先知巴兰的愚昧和邪恶 那同样的 所以撒旦魔鬼 当然可以借着这一个蛇 附身在蛇身上 借着蛇说话 所以我们叫做蛇 就是撒旦魔鬼 那个 这个启示录记载说 撒旦就是古称为大龙或大蛇 那蛇是很狡猾的 你看他在草丛中突袭出来咬人 这个特别描述撒旦是这种可怕的这种敌人 他的本相就是诡诈的方法来欺骗人 蒙骗人 最后来杀害 正如蛇所做的是一样 好 我们看见 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 主耶稣也论到这个撒旦魔鬼 他对这些听从撒旦魔鬼的话人 想要来陷害耶稣 逼迫耶稣 杀害耶稣 他这样说了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约翰福音八章44节 你们的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所以就说到魔鬼撒旦有私欲 这个私欲 你们的父魔鬼 那你们也有私欲 所以每一个罪人有私欲的自我中心 这样的自我中心是来自撒旦的试探 撒旦他是自我中心 叫私欲 所谓私欲 自我中心就是说自我本位 自己做主 他要当上帝 他不让上帝当上帝 他认为他的生命 他自己掌管 他为自己要夺他想要的东西 他用欺骗杀害 所以私欲就是自我中心 我们人也是这样的 犯罪多路的罪人都有这个罪性 这个罪性也是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是其实蒙蔽自己欺骗别人 但是欺骗不了上帝 那这一个自我中心就是私欲 主耶稣说 你们是出自你们的父魔鬼的私欲 你们偏要照去做 你们认贼做父 然后主耶稣接着说了 撒旦魔鬼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 换句话说 我们看见魔鬼撒旦的私欲自我中心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他是要杀害 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那么撒旦来欺骗夏娃说 你听我的话你就变成聪明了 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 可以做上帝了 你就能够自己分辨善恶了 事实上的背后是要想要害死夏娃 亚当让他们失去在上帝面前生命的地位 失去和神的生命的关系 成为死在主中的罪人 所以撒旦的背后目的是要杀害 再来他是不守真理 因为他没有真理 所以他心里没有真理 那么所以他当然也不听神的话 也不守真理 他背叛神 他来欺骗人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那么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也是一切说谎之父 所以这一个说谎就是欺骗 我们看见撒旦的自我中心是私欲 他是要杀害亚当夏娃 再来他用方法是欺骗 他说的话一点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他所说的都是假的 用来欺骗 所以欺骗杀害就是撒旦的本相 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 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诡计 他用欺骗的方法让你以为他是对你好 要帮助你 事实上他是借着欺骗来杀害你 这是撒旦的本相 自我中心的私欲杀害欺骗 那么他因为是杀害所以他没有生命 他要除去生命 他跟生命相反 因为他是邪恶的没有真理 他是虚假的 所以他用欺骗 那他的伎俩呢 也就是在上世纪三章第一节说 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看第一个他说神岂是真说 他就叫你怀疑神的话 他叫你怀疑神的话 那神岂是真说 他说的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放下这些疑惑 是撒旦第一个诡计 而且他除了怀疑神的话之外 他还来给你扭曲神的话 因为他这边说了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那神从来没有说 不许亚当夏娃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他乃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除了那一颗分别善而出的果子 不可以吃 你吃日日必定死 我们说过神告诉了我们 祂的话语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撒旦用来蒙骗亚当夏娃的方法 就是说神其实真说 而且造了一个谎言 说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神的心神坏的 那这是不对的 假如你问我说 吕牧师 你有没有停止打你的太太 这句话 我就知道你是在污蔑我 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太太 你说我有没有停止打我的太太 我无论说是或不是 我都中你的计了 所以我要说你说错了 我没有打过我的太太 所以无所谓停止不停止 撒旦想要这种蒙骗的方法 南天过海让夏娃 以为上帝对她不好 那园中所有果子通通不可以吃 事实上这当然是谎言是不对的 那这一点呢 夏娃她知道了 所以夏娃回答说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 那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我免得你们死 所以撒旦讲的夏娃说 你说的说的不对啊 神不是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 他只说那一棵树 但我们看见撒旦的伎俩啊 一旦他跟你搭上线之后 他第一只脚进门之后 你就惨了 所以千万不能给撒旦留地步 你根本不要需要跟撒旦对话 靠主耶稣明就把他赶出去啊 你亲近上帝 他就吓得逃跑了 你当他讲话讲下去之后 你以为他跟你 你可以跟他讲道理的话 你就中计了 所以当夏娃这样说的时候 你发现夏娃已经中计了 为什么呢 他的确他知道 这棵分别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其他树可以吃 可是他已经不说是分别三样树上的果子 他说园中那棵树 把那棵树存在的目的作为记号 是叫分别三个的 忘掉了 上帝是我们分辨善恶唯一的最高标准 夏娃忘了 就说是那一棵树 所以他已经中计了 那么当夏娃这样回答之后 你看发现夏娃已经被撒旦士坦有一点点心烦意乱 他说这个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神没有说不可以摸 但是夏娃加上不可以摸 表示夏娃已经加上这句话 自己加的 当然这句话也显示出夏娃很清楚知道 这棵树连碰都不能碰的 因此夏娃没有任何借口说 我不知道这棵树不能吃不能碰 因为我自己嘴巴说出来是不可吃也不可摸 但无论如何 夏娃已经被撒旦的计谋套上了 开始说话不准确了 不以神所赐的那棵树的名字 分别善恶树牢记在心 而且自己还加上不可摸的话